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府新区小屋来风景特顶区的与内西西水区,限定每年6月至9月开放西水,6、9月近周六,周日开放,7、8月配合暑假天天开放,开放时间是上午8时至下午5时,市府风景区管理处统计今夏开放首周立甲, 昨天和今天共涌入游客约1200人次,风管处提醒如阴山区骤下豪大雨或其他天候不加等因素,西水区将会暂停开放 风管处秘书蔡文卫表示,占地约195公顷的小屋来风景特顶区,地处北横公路,入口处在复兴桥附近,以小屋来瀑布,风洞时,龙凤瀑布文明, 市府近年陆续增设天空步道,整修旧水镇步道,泰雅文化公园等公共设施,假日游客原本就相当多,每逢雨内西开放细水区期间,总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蔡文卫说,雨内西西水区是桃园市内唯一核定公告水域开放区,开放期间除有救生员助手,市府两年前自雨内一号桥至二号桥顺水右岸,完成长约250公尺的整治工程,供水至六岛固床工,蓝河燕等减缓稳定水域西水流速, 大造流速缓慢且无事业死角的细水环境,整体来说相当安全,每每吸引许多家长在延下假日带住家中的小朋友一起来此亲近大自然,浸泡在沁凉的溪水中相当消暑,小朋友更是玩得不易乐乎,不过,细水区虽有救生员助手,风管处也提醒, 因溪流水域深陷不一,水底有滑溜的石头,在细水区内不可奔跑或追逐,以免滑到受伤外,七岁以下儿童应有家长陪同并注意安全